玩具TV第十七季第五集 第三节的SHF 终于要介绍一个严相 就着上次苍田铁蓝的华语严相之外 今次在玩具界 特别是香港市场来说 另一个严相事件 就是这一只真骨雕的Caman Lider Black 我想这一只80后70后的人的最爱 我00后我也喜欢 如果算是超和计 如果算是白和RX 只算是人气 这两只都是表表者 无敌 其实跟故事有关 本身故事的层次是有点不同的 而且他还要分上下集 看是多么棒 好了 暂时史上一个主角可以做到两套拉打的 确实Black series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暂时后无来者 我想问在Black之前是否没有拉打 对拉打 有拉打是奸角 好像真的没有 另一个吹谷他为超和顶峰的情况 应该是这样 其实我相信已经拥有Black的朋友 都不需要我再介绍了 因为我觉得你手上应该有 包括这一只 三只 第一只是2009年 第二只是2013年 这个虎等八年之后 真骨雕系列 又再次挖多里 若冠舊水 多少舊我不说了 这次真的挖很多舊 前两只我都有 这只我观望了很久 但当拿上手的时候 发觉 真是值 真是值七千亿 对比过往的真骨 这个处理是有很多 很多不错 没错 创新的做法 的而且 当然了 其实本身 就着真骨雕大家都不用想 报清也是用这个骨骼 慢慢继续整件事出来 其实你见到这个比例 确实跟这个穿了皮套的造型 不算有很大分别 我不敢说没有分别 但已经很贴近到 美形了这些 逐样逐样说 本身这个卖点 我叫卖点先 大家可以看看 Black的头套 即是整个头 肩头 都用了很亮很亮的钢琴黑 来处理 所以变成它的玻璃是雅黑色 然后撞到这个头和肩膀上 它不是这么多 这些表达方法 但是感觉都非常良好 大家可以用一些专业的 比评一刻 其实在网上看到很多师兄对他的肩甲 是亮身的 略嫌有些不满 竟然 在表达上 因为之前2.0好像是雅式的 雅式的 引来一个世界大战 有些人就说 那肩甲不是很漂亮的 但是若然你去看它原本的皮肚 其实又真的是亮面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 有些朋友就会吐槽 说肩甲的尺寸小了 不如刷2.0的那个下来 其实在我角度 我觉得它不是肩甲小的 我觉得它哪一样的地方是 因为肩甲和身体之间 中间那段 一些筋肉位的部分 就较了一点 那个空间 较了一点 所以令到你会觉得肩甲 就小 如果它能够推得起来 就OK的 我也觉得这个 其实 是不是早几天 有师兄第一个开箱 就是认识地板 那我拿出来 我就以为 是不是可以推回进去呢 其实没有什么 但原来事实上 是不行的 那我自己略言 有一点差点的地方是这里 还有 在我的感觉上 我就觉得腰幼了一点 其实可以粗一点 还有手臂也可以粗一点 那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 皮纹比起板就厉害了很多 那还有呢 如果大家对Black的皮套有看过的话 其实它在肩甲的这个部分 现在不是有点金属紫色的情况吗 其实在皮套里面 这个是类似一个电导件 然后电导上面 是噴了一股烧钢 即是一个瓦面的电导 其实我自己就觉得 来到真骨 可以做到 因为真骨的瓦垃 整个电导都做到了 这个圈都做到 很可惜它不是 我自己就差一点点 是否跟它本身这个 空甲一体连城的关系 它想拆一件 它怎样做都可以 这个位置又不直接拆件做 我又不敢说是很差的一个感觉 但是是可以再做好一点 而且它的空甲是有皮纹的 皮纹刚才说重了一点点 皮纹和下面这个圈的纹 是同一个纹理 正常应该是上面皮纹 下面是类似铸铁纹的纹 因为它的皮套真的有一些铸铁纹在上面 我觉得它的区别不算太大 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漂亮不漂亮 它有皮的质感在 但是多一句 我自己来说 其实就着外形来说 我反而只是觉得它的前臂 是瘦削了一点之外 你说 当然我可能追求美型 你说腰幼了 我觉得这样更英俊 但是你说 似不似皮套 有些完美 对皮套的追求感觉 这个事实是差一点 不过 我又说皮套 它很多一些接纹 其实一些不是真骨丁的XHF都有做 但是在Black来说 它做得更加明显 大腿位 蜜位 是很漂亮的 它做出来的那种 真的是皮 然后穿旧了 摺了一些很深的痕 那种感觉 尤其是拿上手 那个感觉 跟平时玩的很不错 它有点像皮 有点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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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点轻的 手蚣 手蚣 那会不会回弹呢 不会 其实包皮是来着真骨的下一个趋势 包括迪嘉 都开始用了一些这样的做法 好 真是可以移动一下 谁老板 当然是你 不要緊,你來吧,沒問題 沒彈底 沒問題 還有說多一點就是 角的捉鬚 哇,有些高手摸 神功啊,摸多,真是厲害 很危險,摸他 重點是,這些就是愛 怎樣摸啊,大哥 很厲害 本身其實向後都不錯的 跌了錢也是會撿回的 都為那句,其實就著Black的設計 它的可動性不會太差 也不會特別有什麼妨礙 你看到本身它上面是全部跟你做回 那些肌肉紋 那些肌肉紋 一絲不久 亦都看回王力轉這個腰帶 那個close-up 因為我想特別是 玩拉打就著腰帶 我相信都很緊要 所以有些腰帶你一偷工減料 一無色就媽媽寫 這個你不用擔心 沒有藉口被你罵 有師兄說都寧願他不要用軟膠 也是的 本身也看到很多師兄 已有post過就是Black的手肘 玩斷肉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點 留意一下 而這個問題應該是由Ost傳下來的 早傳斷關的地方 其實Ost的前臂設計 有需要 但我覺得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要遷就 手肘的軟膠位 還是怎樣 我個人覺得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 他做到這樣 其實玩起來很令人困意 但當然大家來試 欺負了師兄就不幸運 大家看到這些前居可鑑 你就真的懂得做 你覺得他能不能換到嗎 你知換是 人為又不知道行不行 是啊 行貨來的 這麼快就很懶 你不能換 好了 見到就著下支可動 都是水準以上的 因為他好在 他始終超和 他沒有什麼盔甲頂 是 就是 就是 皮套型 所以他的動作 對 就不會左頂右頂 所以拉打卡 都可以很自然 不過剛剛阿嘉說 肩膀的肌肉紋 太突出 如果剛才他做招牌的姿勢 他可以收回去 就可能就會 對 其實如果他可以做 是可以做 拉出 就會好很多 我有些疑惑 其實因為他膝頭哥 現在也有水平轉 在膝頭哥 但那個是怎樣用呢 是令到拉打卡更加自然 就是那個橫轉 這個下來之後 他可以這樣轉一下 哦 他就是令到他那個 屈腳 或者我再給大家看 多一點 你看到這裡 有一個跟手肘一樣 左右的質感 在膝頭上 不多 但也真的不多 因為人類做不到 這麼誇張 但這個位置已經很夠用 所以你做這個拉打卡就變得更加自然 當然 題外說多一點 7000日圓來說 其實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有愛的師兄 補多少少錢去擁有他 那個心態我都明白 那已經很有用 那 喜歡的 我都沒有特別的東西補充 但是 980元 就真的過分了 1,000了 蛤 1,000了 很坦白說 7,800 7,800 7,800 其實覺得他會有回落空間 會的 有的 衝其量 衝其量 我想他頂多是去到類似 600多 了系那種情況 等一會 是的 那就多他 其實我相信 他喜歡Black的朋友 都很難說去等的了 我再放一個好少少的姿勢 才說 好 好 我們馬上衝一下 人數 四百五六十萬人看 厲害 所以Black真是魅力活發黨 接下來相信RX 身體 機體 都應該有復活的一天 會不會影穴 先 我很想他出影穴 對 到時 如果出了影穴 這隻就糟了 到時候出了那隻 你這隻 你想追回又大問題 所以要買就好買 要買就差不多 8多元 可能影穴 他又再反 我不看拉打 我都想買 這麼糟糕 真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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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開影穴 David正在進行一個偉大的修復工程 影穴 RAH修復工程 對 遲些應該會有特輯 發給大家看 好 大家留意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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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